八运都走到尾了 九运是一个火运 有什么行业会比较好一些呢? 在局势上 什么时候会不需要戴口罩的? 今天我们就讲讲香港的地运 和一些世界的局势 由于我们现在走到去接近八运圆结 在三运九运的风水术上来说 每20年就是一个圆运 还会结合二元八运 无论以三运九运或者二元八运来说 其实八运都走到尾了 九运也进入了 九运是一个火运 有什么行业会比较好一些呢? 在局势上属于火的行业 例如有些电信业 或者高科技的行业 我们可以留意这方面的行业 或者板块来投资 另外我们讲到九运是火运 其实人们很火爆 会有很多战争或者冲突会产生 冲突多了 还可以投资什么呢? 一般我会叫大家投资的就是黄金 当然黄金位置比较高 如果位置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投资黄金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九运里面既然是火运 又会有战争 很多东西 或者争执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那些楼 其实无论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都向下跳 都是入市的机会 因为无论如何 我们香港是一个福地 一些战争 很少会波及到我们香港 所以来说 入市都是一个良机 很多观众朋友想知道 买楼租屋去哪里好 买楼和租屋其实是两个方案 买楼究竟你是自住 因为租给人是不同的 如果自住来说 香港一定要有风水好的 租楼我相信都多数是自己住的 所以要选一些风水好的地方 我们尽管说一说 港岛区开始 香港岛区有南区 也有沿着海岸线 我们向北 由于九运我们说宁静 望的方向就是正北方 整个香港沿岸线 大部分都望到正北 所以都会比较好的 但是当然 也都好像香港仔 有很多地方都望不到向北 会向南为主 那就会比较差一点 接着我们再说九运区 尖沙咀区 相信很多人都会留意的 但是江沙咀区 其实它是一个尖角突出 很多范围都是向南或者向西 唯独市边比较好一点 就是K11名住的位置 它是可以向到东面 在江沙咀里面来说 所以它的局面就比较旺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这边方向的楼 再说下去 新界区 新界区 我们说到 将军澳区 东西两岸为主 东面的楼就比较旺一点 向着东的方向 但是 亦都很多大型的屋苑 在它的西岸那边 为什么做呢不用怕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买了的时候 很担心 死了 我是不是风水永远都不好 都不是的 我们可以从中选一些窗户 向北或者向东的窗户为主的房 或者客厅 都可以补救向西的问题 今天呢 其实很多观众都有很多问题 和疑问 沿河上面来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尖挂的方式 去帮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就带了一副 北帝宁签的牌 来为第一个做一个尖挂 第一个问题呢 很多朋友问 什么时候会不用戴口罩的 我们就抽出一张签 这个签文 第十六签 逐游点灯 是下下签来的 我们尖病 幼颜莫在 保之财 流水无情 去不回 半点残灯 降欲尽 更遭一阵 晚风来 即是尖这个病上面 我们戴口罩呢 我相信暖期里面 大家都还是要戴口罩的 那观众呢 又想测一下我们 这个香港特首的运程 我就抽三张卡 分别代表它的 过去 现在 还有未来的运程 我们儘管看看 好了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是一个下下签 病龙行乳 较差点 我们看看第二签 第二签 是一张大吉的 即是告诉我们 它现在在行好运 我们再看看将来 将来是一个众星侵略 在一个下下签 即是来说 整个情况我们看到 就是由一个 不好 转到一个非常之好 即是再有机会不好 但我们看看这个不好 是什么不好 相信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 观视一下 小事无端 龙是非 却既有理 反乘规 如今及早平和了 莫代牵连 入肉围 即是会有很多是非出现 希望我们的特首留意一下 这个问题了 或者在风水报局上面 放回党是非 党小刑的局 可能就没事了 好了 大家记得CLS ETLED的YouTube频道 拜拜